你可别多想啊 我听说这塞外的黄牛肉 最是极品 今日正好身边有你这个小厨子 拿出来品尝品尝 傻乎乎睡了一天 我就不信你不饿 谢谢你 你还真得谢谢我 如果不是我把那胡姬画得美若天仙 你以为你能那么轻易地靠近天元皇子吗 对了 那胡姬我已经帮你送出城外了 现在 应该已经在回西域的路上了吧 说吧 怎么谢我 还真不错啊 刺杀天元太子这等显示 可以在之前想的幻里 也算聪明 不愧是在大人我身边做过小侍女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聪明与否 凶险或负都与你无关 你不用再劝我 劝你 我为什么要劝你啊 你如今已经试过了 你也知道结果如何 你杀不了她呢 她现在活得很好 你之后 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她 一次不行就第二次 第二次不行就第三次 只要 只要你不打灵灯的主意 也不再劝我 也别用这种 画一种低级的手段 也不再劝我 这幅画只会提醒我 我是谁 我该做什么 大人我如今逍遥自得 这天元把我奉为上宾 我何苦掺和你这等苦事呢 不过 出于你对我的服侍之情 我好心劝你一句 想要杀立冤的人不止你一个 你呀 就好好地在我身边 当一个乖巧的小厨娘 这说不定哪天 就有什么人帮你给杀了 去哪儿啊 烤肉不吃了 烤肉不吃了 小川 你为了偷灵灯 你可以到香锦山 做那么久的小侍女 现在怎么着急了 我该拿它怎么办呀